熱辣辣白粥來了,誰叫了? 你怎麼搞的?Baby 你吃粥,你吃製了 今天白粥很漂亮嗎? 每個人都叫白粥 我地室吃 嘴巴很痛 原來你們全都病了,誰傳染誰? 沒事,我們昨天吃白女兒吃白蘭苦悶 我媽當得不正 怎麼樣?Helen姐 我們不小心來喝點湯底 馬上還要替小姐開會 小姐,幫我照顧我衛陽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Mary姐,你沒事?還是不能住? 我想我們只要開會賣不到桿子 我們陳寶圖不是跟餐飲部有個項目 待會你能不能幫我們賣桿子嗎? 當然沒問題 你沒事吧? 你…那你可不可以幫忙工業? 他嚴重過我們 不要我了,交給我 廢…你姓叔,我吃虧他吃陳太太的搶帝 幫忙我們行不行? 你們交給我吧 姓叔,你怎麼做呢? 姓叔,我們吃的幫餐,你很合夥 你不用再幫我們人事部 人事部我當然是幫 媽姐,你可不可以說中文? 我聽不懂,你是否想我幫你 我盡力如為吧 阿輝,你的外賣 謝謝你,哥哥 這麼多文件我想我要回去準備一下 你們保重身體,小心 你放心吧 拜拜,拜拜,走吧 謝謝 我是否錯過了什麼? 放假,沒看病房嗎? 你不知道公司最新的推銷 B姓法怎麼看? 即是怎樣? 簡單來說,如果和餐有沒有合作 那條桿子千萬不能自己賣 所以那條桿子都要由阿輝的口說出來 那就一定通過了 小說大小姐,當然是接龍的女王 阿輝自然是皇夫 普天之下,女王唯一不會罵 當然是皇夫 不,不過我記得以前大小姐 罵過阿輝發線高,踩到她很盡 那時候不可以讓大龍先生知道 要玩地下情,當然要掩飾一下 但今時今日女王對皇夫想傾慕 和壽性已經欲蓋離張 我明白了 所以你們一個一個就吃粥扮喉嚨筒 阿輝幫你們賣錢 開始吧 就由市場表演吧 怎麼了?要我看口型嗎? 我是這樣的,大小姐 阿輝的喉嚨有點不舒服 不過她這個計劃是和我們餐飲部合作的 是否介意由我來表演? 是這樣的? 好吧,阿輝就由你嘗嘗 好… 是… 很好,那就由你們繼續追蹤吧 Peter 是 很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託女皇陛下的洪風 今天情空萬里, 清風楚楚 免得你, 你果然很有智慧 如私有哲理的話, 你也說得出口 力… 謝女皇陛下誇獎 很好 Nexe, 今天的議程已經說完了, 大師姐 是嗎? 今天的會議, 大家表現得相當不錯 三會 不行, 到我後龍, 我去倒水吧 好… 大師姐, 太多人表演了 整個會議只有四十五分鐘而已 整個高速都過了 還要我們, 沒人被人罵 比起以前這個會議, 害到半夜了 對, 而且我們所有人都會舉大招式 撐得上天巴伯 對, 看來阿斌這個皇姑的光環 真是很有用 太好了, 有阿輝在這裡 以後我們在接龍的日子就好過很多了 太好了 好… 那個Mia的腦袋 也不知道是不是生在我的臀部 你看看, 用這麼激烈的企愛宣傳聖誕 搞到想在龍廣場的報紙 像是劇士一樣 如果不是剛才人多 我早就把他拆掉了 所有事情都是你批的 我批? 你自己看看 人事部辦了員工優惠 去酒店任職一年? 批了三千萬預算嗎? 尋寶圖去日本拍宣傳片? 不止了, 行政部還會將接龍旗下 餐廳保養工作外判 IT部弄了等位禁票系統給初戀咖啡 只有我們員工才可以用 我貼了哪條筋? 是戀愛失智症後群 你說什麼? 那天你們開會我經過門口 我看見真的不對勁 所以我就拍下當時的情形 你自己看看吧 情人以內出音樂錄音 他說什麼你都說對, 插手掌了 你眼裡只有這個男人 什麼辦法?你都過了 輝輝真的很迷人 尤其是在他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另一個他… 你再這樣沉迷下去, 你變成昏君了 我真的沒辦法抗拒輝輝的行政模式 幸好, 而且非常專業 他最近跟了歷史上課 英文說得很好聽的 我說過多少次?你看看這筆提案 就是你尋了阿輝的後果 現在摺龍上上下都知道你的弱點 這樣搞下去, 阿輝還沒得到你爸爸認同 你第一個就被你爸爸抄掉了 弄力你… 這件事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豈有此理, 一定是那群人 想借輝輝過個案子 我不可以這麼容易被他們得逞 說得對 以阿輝說什麼呢? 麻煩你保持冷靜, 保持清醒 應病就病, 好 為免他們再利用阿輝 我覺得你要狠狠地收弱阿輝一次 現在吃午飯時間, 去倉尼咖啡 開 齊了, 阿輝在這裡 一會兒你馬上去, 大大力刀牙 你睡醒, 還要狠狠地用人頭珠 蘇瑞飛 你的腳伸得很長嗎? 怎麼都收拾出來? 你是不是想氣死我? 阿輝真是笨, 你不是假裝的 呂和竟然罵王夫? 還要當眾 好像只是提發輝 難道他們倆昨晚吵架? 有此理, 你是人頭珠 我… 輝輝, 怎麼樣?你沒事吧? 輝侍衛, 你沒事吧? 多謝女王閉下關心, 微臣沒事 天氣又怎麼轉涼 你也要萬事小心 你卻窩心, 你好像一隻人頭珠 沒事… 我喝一口水就行了 小心點, 為什麼叫你調大一點 冷氣, 怎麼樣?好一點嗎? 好一點, 我跟Mask談好事 好啊 你又失敗了 我也不想的, 那輝輝咳嗽嘛 我哪有惡得出呢?大哥 別叫我大哥, 讓我舅父, 注意 全民給我聽著 郭伯菲, 紅藥水, 工業 馬美娜, 熱碧家, 沈佳儀 關美德, 陳老人 以上聽到名字的垃圾 五分鐘之後, 替我去會議室開會 垃圾 這麼快的招式你們也想得出 其實你說我們用屁股想出來的 提案是用你精明的腦袋去審批 我… 其實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天送總監表演的時候 大小姐你很滿意的 是呀, 所以我們都根據你的指示 現在都在做事了 是呀, 大小姐 其實我們的籌備工作 已經進行了一半了 做又怎麼樣? 怎麼樣?總之這一批垃圾 我們不會收的 但是… 如果現在又有頭吵起 我怕我們不夠時間 而且公司會有損失 損失就在你們的份量扣 阿輝的表演的確是 BRAVO和Excellent 問題是你們執行得很差 這一批提案, 我全部都要打回頭 至於怎麼樣在結束之前完成 你們自己想好 有一件事我要你們清楚 以後你們的提案要自己提供 我不管你們是失聲 還是進了醫院 總之一天還沒死 一天都要自己提供你們的提案 死了公司就不用出來給你們了 三妹 怎麼會這樣? 明明過了的竅門也會打回頭 你們說大小姐會不會發現了 我們利用阿輝? 也知道了, 我們的確太明顯 根本是他試我們 隨時告枕頭狀 你們要利用他, 你們… 不會了, 我和阿輝在尋本圖 做同事這麼久 不覺得他是這樣的 等等 阿輝以前在我們是職員仔 現在他是管理層, 高層 權力會令人腐化 唉, 早知道當初就不扮喉嚨痛 找阿輝過橋 唉, 現在弄得要重造 比一早被人禁止 唉…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條頻道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然後… 就算我已經忘了